曾永夫跟陈守皇涉嫌接受 官说为立委何建民被控的背信案 这样子违法向高检署检察官 来指示达到未雨上诉的结果 我目前最新的状况 曾永夫上午已经召开了记者会来驳斥 而目前下午最新 人也已经前往了行政院 不过特别的是他并没有走正门 是不是刻意要躲避媒体呢 而至于他会不会对他的这个 包括一切的行为和冤枉呢 我们中间新闻将持续为您做最新的追踪报道 我目前他仍是已经进到了这个行政院 向院长江仪化来进行报告